第521章 肉团子 小八将似乎是爆累了 干脆把龙宝宝放在了地上 金色的光芒和绿色的光芒在交织 伴随着音乐声腾萦绕 精灵龙宝宝在地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随即啪的一声做回地上 他也在发出咿咿呀呀的叫声 过于稚嫩 远远比不上 整个场景从头至尾 持续了大约十分钟 比陆离记忆中的四十秒要长太多 到最后的时候 他差点以为停不下来了 十分钟后 精灵龙们的身影越来越淡 最后终于消散在空气中 你的龙是不是大了一些 陆离走过来 蹲在龙宝宝的身边 用手指戳戳他 小精灵龙发出几声不爽的哼哼唧唧 没有吧 小八将用手晾了一下 不是很确定地说的 似乎胖了很多 没错 是胖了很多 原本还算有点线条 如今彻彻底底沦为肉球 变成肉球的龙宝宝 似乎也不太适应新身材 他从地上爬起来 扭动着圆滚滚的身子 歪歪扭扭地走向他的主人 长成这样子 我看是更没指望飞起来了 陆离不由叹息 感觉此行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不许你这么说 我的龙宝宝终有一天会飞起来的 哎呀 好重 小八将弯腰抱起龙宝宝 半空中突然脱了手 脱手之后 龙宝宝就掉了下去 陆离也不慌张 反正这么多肉 摔一下也不会死 幸灾乐祸的念头刚刚出来 他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只即将摔倒地上的龙宝宝 居然扑扔着 他那完全不成比例的小翅膀飞了起来 虽然看着惊心动魄 可他偏偏飞得还特别稳当 比他的主人飞得稳当多了 会飞了 哈 会飞了 小八将激动说 高兴得太早 会飞也驮不动人 陆离坡过去一盆冷水 我自己也会飞 不需要驮 小八将说话间已经变成了一只蝴蝶 他本打算绕着金灵龙飞舞 差点一头栽进金灵龙的嘴里 成为曙光游戏 时尚第一个被自己宠物吃掉的主人 既然有效果 这一路也没什么危险 你以后没事的时候 都可以自己过来 陆离说 那个 小八将不是很好意思地提醒到 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好 哦对 陆离无奈 你不是方向感不好 你是根本记不住路 算了 有空领你过来吧 现在回程 我还要去打比赛 比赛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帮小女生做任务 只能是生活调剂 今天上午的这一场对战蓝宇 蓝宇 据说是微语格的分会 幕后金主 就是水精灵 真实性无法考据 水精灵从来没公开承认 微语格也没调用过蓝宇的力量 蓝宇更没有寄人篱下的表现 他们在魔幻碑一路拼杀 走到这一步 完全靠的是实力 这一届的参加比赛的热门公会人 选有四个 一个是无双城 一个是第七天堂 还有狂风军团 最后一个 自然就是裁决之剑了 不过 裁决之剑 自己作死 陆离缺席多场比赛 使得他们积分比别人 直接就少了两分 无双城和狂风军团未曾一败 总积分并列第一 第七天堂 输给无双城一局 排名第三 接下来都是输掉两场的队伍 其中有血色战旗 裁决之剑 法神圣殿 蓝宇 江南贵族 其中血色战旗和江南贵族 都只派出了新人阵容 算不上强队 蓝宇算是本届魔幻杯的黑马 他们队长无碍飞鱼 赛首圈一个人员比较不错的 胖子 前两年一场大病 但出职业比赛事业 如今在曙光里 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的戏码 他们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强队 比如童颜无机带队的江南贵族 里面全都是江南贵族 重金网罗的游戏猩猩 综合实力 一点也不比大公会强队差 就因为配合有断档 被飞鱼哥精准地识破 抓住机会一举击溃 就算是输给 狂风军团的那一场 蓝宇也表现得非常不错 最终人数对比 是1比2 拖到了比赛时间结束 系统自动判复 当然 他们和裁决之间对上 观众心里 还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猴子控他们的萨满 回忆你开嗜血 我们三个集合 他们的法师 陆黎观察了一下 给出了以上策略 这是一个圆形大厅的地图 有四根大柱子 但是空间其实并不大 大家彼此都能看到对方 为什么不打治疗 肥猴子 问 那个叫仙奈儿的女牧师 你们听说过她 被人在赛场上杀死过吗 陆黎反问 肥猴子愣了愣 摇头道 这我乃知道 我又没去看他们的比赛 难道这个仙奈儿是杀不死的 还有这样的人 有空多看看别人的比赛 对你有好处 趁着还有几十秒 才开始的准备时间 陆黎解释道 这个仙奈儿不是杀不死 而是很难杀 他放弃了 对治疗加成最高的 治理 主家体质 身上的装备 也优先选择增加生命值 另外 可能还有减伤的特效和技能 这是奶小的福利吗 肥猴子冲那边吹了的口哨 总之 等会别搞错了 如果能集中一波 秒掉他们的法师 咱们这一场 就算拿下来了 陆黎从不侵蚀对手 哪怕对手只是 工会排行榜上 三十名开外的蓝羽 蓝羽那边 显然也在 针对裁决之剑这边 制定策略 他们比较头疼的是 陆黎换掉了木秋 提前上场 只要有陆黎在 任何人都倍感压力 先打谁 有人问 外飞鱼犹豫了一下 咬咬牙道 这边估计至少要 损失两三个 怎么算都是亏 现在只能祈祷 陆黎他们 先打这边的牧师 倒计时开始 两队一起 冲进了大厅 三月 站住在后面去 陆黎一看 对方的法师站位 就知道他们 打的什么算盘 他毫不停歇地 吩咐肥猴子 猴哥 看你的了 冲过去 和我一起 做出沙漠师的姿态 好了 肥猴子嘿嘿一笑 给自己套了盾之后 就冲了过去 看到肥猴子 来势汹汹 就冲到了柱子 蓝羽的法师没办法 将变阳树给了月光 虽然每次都是肥猴子 冲最前面 但没有人会忽略月光 这个杀神 肥猴子和月光的经典配合 就是一个冰环 一个大旋风 第522章 血压履垫 肥猴子才不会去管 月光在后面变成了什么 无论是月光自身的徽章 还是三月雨的驱散术 都可以解除这种 叫做变阳树的魔法 控制 他依旧直奔对方的牧师 至少从表面上看 肥猴子是冲着那个漂亮 牧师妹子奔过去的 其实大部分的5v5赛场 都是先集火 击杀目标肯定是布甲 布甲里一般是术师 牧师 法师的顺序 这里没有术师 当然先杀牧师 萨满和牧师站后面 肥猴子凑近了之后 一个冰枪直奔蓝羽 攻灰牧师的脑门砸过去 牧师掉了一百多点血 血条微微地动弹了一下 这妹子的多怕死啊 居然加了这么多体质属性 潜伏着的陆离 同样靠近了萨满 正在独条闪电链的萨满 被敲了个闷棍 萨满当然不会就这么呆住不动 他身上也有徽章 直接解除了自己的晕眩 图腾赶紧插起来 就在这时候 肥猴子转身就把变羊树丢给了萨满 已经用过徽章的萨满 变成了一只小白羊 在原地不受控制的 来回走动着 元素萨满群伤 法际伤害还特别高 短板就是控制技能少 暂时控制一个萨满 陆离和肥猴子 便直扑对方的法师 至于对方的牧师治疗 自然有洛英回忆这个近战萨满去丁 蓝羽的法师 只算完成了半个既定目标 他把月光变成了一只羊 三月雨却安然无恙 当他回过头 打算和队友们合伙杀掉肥猴子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成了集火的目标 冰盾第一时间告破 危机迫在眉睫 尤其是月光解除了变羊树之后 直接在他后背上 砍了一个致死打击 更是为了吹响了丧钟 致死打击 一次残忍的突袭 对目标造成175%的武器伤害 并对目标造成致死之伤的效果 重伤目标 使其受到的所有治疗效果降低50% 持续十秒 月光 肥猴子 陆离 三个人群殴蓝羽的法师 蓝羽那边萨满被养住了 不过很快就被牧师解救 出来 他们是一个圣旗 一个萨满 一个猎人 还有被群殴的法师 同样把肥猴子当成了输出目标 看谁先把谁杀死 实力的差距 在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落英回忆和三月雨 前者的嗜血 大大的提高了团队的输出 而后者强大的治疗 居然把肥猴子 岌岌可畏的生命值 稳住了 蓝羽那位不着调的牧师 根本就加不住被治死的法师 法师很快就被送了回去 蓝羽的替补 是一位治疗 由于地图比较小的缘故 传进来之后 立刻就参与到战斗中 双治疗的阵容 勉强压住了阵脚 陆里指定的第二个目标是猎人 费了一番手脚后 也把他击杀 自此 裁决之剑 完成了对蓝羽战队的完胜 蓝羽的阵容 让他们也就走到这一步 在陆里的印象里 要等到死亡骑士 阿尔萨斯加入蓝羽 他们组成赫赫有名的 蓝羽双骑 这个战队 才算真正强大起来 赢了蓝羽 扑灭了一匹 冉冉生气的黑马 并不能让玩家 有太多兴奋的感受 大家对这一场比赛 兴趣寥寥 不过总算 对得起 那是个银币的门票钱 反倒是关于女土豪 和陆里的八卦 大伙 趁着看比赛这个机会 讨论的热火朝天 几乎整场比赛 都有人在看台上 高呼水精灵和陆里的名字 陆里打完比赛 就去做刺客联盟的任务 虽然是四天实现 但早点早晚早点安心 谁知道这个刺杀 有没有什么变故 刺杀令 摩拉迪姆 任务描述 去穆瑟森林 找到摩拉迪姆 然后杀了他 人数限制 一亿 任务期限 四天 一个人的任务 也没办法找人帮忙 洛里挺好奇 水精灵街道的任务是什么 洛里上辈子 没做过这个任务 也没听过摩拉迪姆 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 死人在穆瑟森林 他传送到了穆瑟森林的夜色镇 穆瑟森林 是一个混乱 而又令人悲伤的地区 表面上 这里是联盟管辖的地区 并处在暴风城的保护之下 但与那座强大要塞的距离太远了 加之南部 和东部邪恶力量的临近 使这里充满了恐惧 说起邪恶的力量 这个地方 实在是太倒霉了 南部出现了食人魔 北部 出现了狼人 东部 形成了逆风小径 西部的乌鸦林 是一个鬼阵 天灾四面 夜色镇领地内 甚至出现了亡灵 现在暮色森林 已经成为联盟属地中 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可能是因为 天气受到了魔法的影响 陆离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雾气蒙蒙 显得阴森可步 从东部刮来的阵风 充满了和逆风小径的空气一样 污浊的气味 陆离上辈子 也很少踏足这样的地方 资源少 怪物凶猛 偏偏暴率 又低得令人发指 他紧了紧披风 沿着阴寒破败的街道 找到了血压铝店 作为一个农场 夜色镇 过去向联盟 供应了大量的货物 由于污染侵蚀了这片土地 很多种货物早已断绝 经济的衰退 使得农民和商人无物可卖 很多人花费积蓄 在镇里的血压铝店打发日子 所以 血压铝店是整个夜色镇 最热闹的地方 也是能看到活人最多的地方 陆离对这个铝店的名字 挺有好感 它的乌鸦状态 出自麦迪文 一只暗红色的乌鸦 其实也就是血压 所有的酒馆大多如此 扑面而来的酒气 和嘈杂的声音 只是这里的嘈杂 不是因为舞女 或者引游诗人 带来的快乐的笑声 冲耳的 都是人们的抱怨和叹息 以及对相互之间的 叫骂 一个年轻冒险者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只有老板敏锐的抬抬手 新来的 你要喝点什么 奥瑞纳金牙 一个矮人 反正长得都是那样 洛黎不太能分辨矮人 究竟有什么差别 她是这里为数不多的妇人 也是个消息灵通的雇佣兵 她这里可以揭取 几个比较鸡肋的佣兵任务 只有无聊的人 或者没钱修理装备的人 才会去做 随便什么都可以 我只想驱走 这该死的尸气 陆离抖了抖披风 在靠近柜台的位子上 坐下来 她旁边是一个酒鬼 喝得东南西北 都分不清了 依旧还在喝 一看 你就是外地来的 习惯就好 矮人老板 用抹布擦了擦手 给陆离倒了一大杯 橙黄色的液体 还真够狠的 说 随便你就给来了一个 最贵的 陆离认识 这种酒 属于金牙家族的特产 那是一个世代 酿造美酒的家族 第523章 可怜又可恨 奥瑞纳金牙会宰两种人 一种是生客 另外一种 就是有求于他的人 陆离二者皆有之 自然乖乖地 把20个金币丢在柜台上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酒 也确实非常好喝 陆离不是一个 喜欢喝酒的人 都有片刻的谜嘴 简直要沉浸在幻想中 不能自拔 夜色镇的人 真是越来越少了 陆离叹道 人多人少 一样过 话说回来 你做什么买卖 大胡子矮人 倒是有几分伤人的精明 混口饭吃 我是一个赏金猎人 陆离信口开河 嘿嘿 这年头 还是有本事的人吃得开 行 我们就只能蹲在这里 等死 奥瑞纳金牙 不厌其烦地擦拭着那些木制酒杯 赚点卖名钱 夜色镇口没看到悬赏牌 难道这里很太平 陆离问 大部分的村落 城镇 甚至连营地外面都有一个告示牌 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任务和悬赏的信息 会有很多玩家 甚至NPC会接取任务 赏金猎人 就是从这些公告牌获取信息 太平 旅店老板吃笑一声 这里要是太平的话 整个大陆就都太平了 不是没悬赏 而是悬赏太多 根本就写不过来 阿尔泰亚籍的头发 都快掉光了 阿尔泰亚埃伯洛克 是夜色镇镇长的女儿 她管理着守夜人 这个小型治安军队是镇子里仅有的防御力量 一直对抗着经常袭击这里的怪物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问的 现在可以问了 老矮人见多识广 其实早就识破了陆离套近乎的把戏 是有些问题想要请教 不过酒也确实很好 谢谢您的款待 陆离微微点头 您听说过摩拉迪姆这个人吗 毫无头绪地 去在偌大一个暮色森林找目标 四天全都花在上面 也不见得够 摩拉迪姆 大胡子矮人 先是困惑 然后恍然抬起了头 你说的是摩根拉迪姆尔吧 原来你的目标是要杀他 弱者无助地哭泣 让战士心寒 无辜者的仇恨 必须用献血清洗 陆离低沉地说道 矮人大叔给自己倒了杯酒 说道 其实 他曾经是一个伟大高尚的骑士 他为了保卫无辜 贫穷和饱受痛苦的人 而战斗 多年来 他几乎跑遍了爱泽拉斯的所有边缘地区 为受苦的人民带来安慰 承见那些作恶多端的人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陆离问 摩根拉迪姆尔这名字 他还真没怎么听说过 叶瑟镇这地方 他很少来 关于这个地方的 攻略也看得比较少 后来他与一位名叫利斯的年轻女孩 结婚了 彼此相爱 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奥瑞纳金牙 似乎也经历了那段时光 甚至可能和故事里的人有过交集 如果真的那么幸福地进行下去 故事也就到了结尾的时刻 所以 洛丹伦的战争爆发了 好吧 这个因果关系有点扯谈 总之 摩根被召入圣骑士光明使者 乌斯尔的部队 与兽人和亡灵作战 这一去就是数年 这位正直高尚的骑士 目睹了白银之手骑士团的解散 目睹了乌斯尔的死 也目睹了瘟疫的蔓延 唯一支撑着他的 渐渐不再是对圣光的信仰 而是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 可以和妻子而女团聚 为此 他度过了无数次生死的关卡 后来怎么样了 陆离追问道 矮人咽了最后一口金黄色的酒叶 陆离很想知道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尽管他已经猜到了那样的结局 其实你一切看多了之后 就觉得平常了 老矮人给自己到了第二倍 接着往下说 和陆离猜想的差不多 摩根终于回到了家乡 但那里 已经不再是他熟悉的景象了 曾经清脆的树林 变得枯萎凋零 散发着堕落的气息 遍地都是已被损毁的房屋与农场 乌鸦岭附近的墓地 占据了大片的土地 摩根怀着震惊和迷惑 艰难地回到家中 却只发现那里已成废墟 他的妻子和儿女呢 都死了吗 陆离问 你说呢 老矮人懒洋洋地瞟了陆离一眼 继续道 他在乌鸦岭墓地里 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人名贝克在墓碑上 那一天 摩根拉迪莫尔 在一块墓地边 他最不愿看到的名字 利斯拉迪莫尔 我们深爱着的妻子与母亲 歧视的信念 立刻变成了沮丧 切儿变成了无比的悲痛 他一连几个小时望着墓碑 一边哭泣 一边对着墓碑 请求原谅和宽恕 应该还有故事吧 陆离将一小袋金币 大约50个的样子 扔在柜台上 期待地问道 这绝对不可能是故事的终点 不然他的立场将十分被动 杀死一个 因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骑士 这不符合他的行为准则 是的 摩根发狂了 愤怒让他变得盲目 三个纹身过来的墓地守护者 被他杀死 他们是无辜的 老矮人将酒杯重重地 砸在柜台上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 他就这样堕落了 对吗 陆离心中赋匪 你收钱的时候 可没见你有什么悲痛的表现 你觉得这就是结局 年轻人 你实在是太小看 奥瑞娜了 奥瑞娜惊牙磨磨嘴 余调深沉地说道 杀人之后 摩根的愤怒逐渐散去 他的脑子也恢复了正常的意识 在看到自己的见血 淋淋地插在一个 值班人的胸膛里时 长久奉行的骑士信念 猛然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是啊 亲人没了 一直信奉的理念 又被弃了自己 估计只有自杀一徒 那么 徘徊在暮色森林的摩拉迪姆 他又是谁 这次没等路里催 老矮人 就继续讲下去了 他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安葬了他们 然后 摩根死而复生 路里惊讶地问 奥瑞娜惊牙 诧异地望了路里一眼 点点头 没错 几天之后 一个守夜人发现 过了几天 便有人趁在森林里见到了他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摩根拉迪姆尔 现在称自己为摩莫拉姆 他满怀仇恨在 暮色森林中徘徊 毫无理智地 肆意屠杀任何看到的人 一个可怜又可恨的家伙 路里做出这样的评价 是啊 可怜又可恨 年轻人 你从哪里接到的悬赏 大胡子矮人好奇地问道 第524章 守夜人 暴风城 吧 路里一时半会没反应过来 他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只能胡周 暴风城 哼 鬼扯 一声冰冷地 滴翅在身后响起 路里回过头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 全身绒装的人类女人 站在他后面 您好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路里并不慌张 暴风城 已经把他们驻守 在这里的部队撤了回去 现在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了 女人愤愤地说道 她们又怎么会发出 关于摩莫拉姆的悬赏 奥瑞娜金牙 向路里介绍了这个女人 这是阿尔泰亚埃伯洛克 守夜人的指挥官 一位勇敢又漂亮的女士 尊敬的战士 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路里的身姿 并不因为自身的职业 而有任何猥琐 她很诚恳地说道 我的任务确实来自暴风城 据说一位商人的儿子 被杀死在暮色森林 那位失去唯一爱子的商人 发布了悬赏令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最高境界 是把自己也骗了 这一刻的路里 完全相信自己的话是真的 或许真的有那么一个人 因为失去所爱 通过某种途径 向刺客联盟 没有比失去亲人更悲痛的事情了 无关乎好人坏人 二泰亚确实漂亮 但她的气质更多偏向于冷力 尤其是那一对漆黑的毛子 简直看穿人心 好在她并没有再继续质疑 路里的话 她点点头 好吧 我相信你的话 能否将摩摩拉姆的下落告诉我呢 路里期待地问道 眼前这位绝对是夜色镇的地头蛇了 如果她都不知道 路里只能指望奇迹出现 让她出门就撞到摩摩拉姆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 是一个什么存在 二泰亚犹豫了一下 还是摇摇头 年轻人 还是回到你们精灵的地方去吧 这里不是你的战场 请原谅我的梦妹 路里坚决地说道 我势必要将摩摩拉姆诛杀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可是一个刺客联盟的任务 小阵营任务轻忽不得 路里对此非常的重视 根本没有考虑过 失败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只有你一个人吗 二泰亚对路里的坚决不以为然 是的 无论如何 至死方休 路里心想 对方大不了是个boss 我安排人打掉他99%血 然后再切入战斗中捡便宜 当然 这种无耻的言论 外人是不会知道的 小人物的坚毅和狡诈 矛盾 而又如鱼得水地体现在路里身上 至死方休 好吧 你跟我来 或许是刚才 路里的话打动了二泰亚 他转身向外走去 招呼路里跟上 路里向旅店老矮人失了一礼 紧随而去 夜色正外面的广场上 一群黑压压的NPC正在巡游着 他们等待着指挥官的到来 事情其实并不像奥瑞娜说的那么简单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考验一下你 参与进来资格 二泰亚挺直了腰背 到夜色正南部的静密花园去 杀掉八个骷髅战士 和六个骷髅法师 给你15分钟的时间 路里点点头 二话不说 朝夜色正外面跑过去 静密花园的位置 他知道 夜色正偏南部一点 属于亡灵清洗过来的前线 路里变成豹子全速奔跑 都需要两分钟时间 去掉 来回 算下来 路里只有10分钟的时间 杀怪 黑夜中 这些35级的亡灵并不好杀 除非路里是圣骑士 圣骑士的神圣伤害 是这些野生亡灵的可行 不仅伤害有加成 还有更高的概率打出暴击 所以夜色正 这地方其实很适合圣骑士活动 两分钟之后 路里遭遇到第一个亡灵 是一个拿着大刀的骷髅战士 他有几个简单的技能 比如冲锋 比如斜劈 还有一个给自己加攻击状态的状态技能 路里一套技能打下来 再随手补上两刀 妥妥地将它收割掉 路里手腕上带着的亡灵毁灭万轮 是一件极品白银 对亡灵造成伤害增加18% 天生占据了优势 盗贼打骷髅法师更简单 皮薄线少 一套技能都不用 就打怕一个 很快就打够了 需要的八个骷髅战士 和六个骷髅法师 路里也不练战 连地上的十几个童子都没管 就全速往回跑 越早回去 越显得自己更有资格不是吗 他回去的时候 他们嘴里喊道 长夜将至 我从今开始守望 至死方休 我将不娶妻 不封地 不生子 我将不戴宝官 不争戎宠 我将尽忠职守 生死于私 我是黑暗中的利剑 夜色阵的守卫 抵御寒冷的烈焰 破晓十分的光线 唤醒眠者的号角 守护王国的尖盾 我将生命与荣耀 献给守夜人 今夜如此 夜夜皆然 有一种冷风吹过几量的阵战 路里张张嘴 没好意思跟着他们喊 感觉这是一种 世俗对纯粹的污染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战士 看样子 你比我想的还要强一点 阿尔泰亚打断了路里的沉思 如果你不怕死的话 今夜的狩猎活动 将有你一份 被瘟疫蔓延污染之后 夜色阵永远都是黑夜 请放心 我愿意贡献自己 一份微薄的力量 哪怕为此献上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路里凯然应道 有NPC帮忙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单人任务并不是不允许 NPC参与 关键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NPC 会帮助玩家做任务 特殊的场景剧情 必须有特定的影子 只能说路里的运气很好 碰到了阿尔泰亚 阿尔泰亚指着阵外空旷的荒野说道 我的探子说 摩拉迪姆沿着一条 穿过墓地的弯曲怪异的小路 在暮色森林中四处游荡 我们曾把他的尸体 埋在山上那座小屋的后面 他可能还有一些意识 有意识的敌人更可怕 路里探道 你说的没错 但是也不尽然 但是从身材上依旧可以分辨出是女性 这位是 路里不是很理解 摩根以为他的家人都死了 不过实际上 他的女儿沙拉拉迪姆尔还活着 他现在也是个守夜人 他一直在因为他父亲死了以后所发生的 那些事情和苦恼 阿尔泰亚说到最后的时候 似乎有些不忍含糊其辞了一些词句 我的父亲杀死了无辜的人 他们都是善良的人 其中有一位还曾经救了我 是我的恩人 沙拉拉迪姆尔痛苦地说道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无常了 这个未曾死去的女儿 对已经堕落的圣骑士 还有多少影响力 第525章 摩拉迪姆 守夜人部队 除了一部分在镇子周围放哨的 几乎全部都在这里了 人数在140个左右 镇子唯一的防备 只剩下战斗力不强的民兵 阿尔泰亚说 如果五个小时不能找到并杀死他 我们就必须回房 我明白 一定会尽全力 路里扫了 跟在阿尔泰亚后面的 沙拉拉迪姆尔 轻微而又坚决地说道 尽全力杀死他 那个女孩颤抖了一下 但是目光里并没有丝毫动摇 守夜人部队在镇明的目送下 排着整齐的队列出发 这100多个人 大多35集 少数到了38集 只有指挥官阿尔泰亚40集 不过 NPC的等级和死亡 并不具备规则 有时候一箭就能杀死 而有的时候 战斗半天 还能活蹦万跳 关键要看 场景和剧情 今天的这个剧情 应该算是想要保卫家园 复仇 帮助父亲解脱等等 混在一起的一群人 在寻找一个堕落的骑士 而陆里则 背负着刺客联盟的诛杀链 想必这个试杀成性的堕落骑士 触碰到了刺客联盟的某根神经 众人在黑漆漆的丛林里行走 只有虫鸣声在耳边喧嚣 这些生命力旺盛的东西 早就适应了天灾空气的污浊 他们甚至连尸体都可以啃尸 他不久之前来过这里 一鸣翅后将树上的断枝折下来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断面的湿润度 你怎么确定这是他折断的 为什么不可以是别的什么 比如动物 陆里很好奇这个斥后的能力 说起来斥后也算是盗贼的一种 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能力 他斥后吸了口气 有尸体和堕落的气息 这里很偏僻 只有摩拉迪姆才会经过 阿尔泰亚补充说道 原来是这样 陆里只能接受这样的理由 他问道 摩拉迪姆在这一带杀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你们不把他除掉呢 陆里可没有自我感觉 良好到认为这一切都是在等待自己 曙光有一套他自己的运行系统 即便没有玩家的参与 该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 有些人接到任务 看没有实现 等了很久才会去做 结果发现任务已经没了 这绝对不是稀罕事 摩拉迪姆并不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敌人 我们没有仇恨 我们只是想要保卫镇子 今天的任务 其实不是摩拉迪姆 阿尔泰亚平静地说道 难道是因为在旅店里碰到了自己 使得这位指挥官临时改变了主意 陆里感觉挺不可思议 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或者说了什么 让这位看似非常理智的指挥官 改变战略目标 想必是有一个更值得他们战斗的对方 在不知何处威胁着夜色阵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或许我可以帮上点忙 陆里试探性地说道 曙光里有一种协助防守的大型任务 比较常见的就是怪物或者敌对阵营玩家 NPC攻击村庄城镇 甚至各大主城 玩家接受号召的话 可以参与防守 会有大量的声望和经验值 获取 你 阿尔泰亚不怎么信任的问 你愿意加入守夜人 留在夜色阵 我去 这起步就是小阵营任务的钥匙 想想那句令人热血沸腾的长夜将至 我从今开始守望 致死方休 陆里真有一口答应下来的冲动 可惜 他已经加入了刺客联盟 小阵营只能加入一个 背弃的话 必须完成高难度的任务获得谅解 不然将遭到该势力的重重追杀 刺客联盟的追杀 陆里根本不敢想象 那阿文获得庄园的悬赏牌上挂了自己的名字 自己还有没有勇气继续玩下去 很抱歉 我曾经发誓 一切都献给悬赏猎人工会 陆里为难的笑笑 我说的是 我的朋友 他们整天无所事事 跟好三 你大眼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 他们可以过来帮助守卫夜色阵 其实暮色森林算是挺好的地方了 怪物在35级以上 周围 还有几张挺高级的地图 如果有任务加成的话 确实可以混一段时间 守夜人 以后可以要成立守夜人军团的大势力 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阿尔泰亚眼睛一亮 夜色阵的防御力量太薄弱了 暴风城的贵族们 早就放弃了 对这一地带的防守 军队撤了个一干二净 家园 在这里的士兵们留了下来 他们背负着逃兵的骂名 在血与火的战斗中 成长为强大的守夜人 战士 比我稍微差一点 陆里黑黑一笑 最主要的是 玩家可以升级 可以获取装备 而NPC的升级是缓慢的 除非系统更新 地图升级 不然的话 会固定在 系统赋予他们的等级上 好吧 欢迎他们来这里 我这里有100个守夜人名额 阿尔泰亚终于答应下来 陆里估计 守夜人这个小阵营 估计只会接受 大约这个数目的玩家了 小阵营之所以称之为小阵营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守夜人算是不错的小阵营 他们的敌人 只要是天灾军团 会不定时向小阵营玩家 发布关于天灾军团的任务 奖励不会差多少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他刚刚从这里经过 事后蹲在地上 用手指处摸着草地上的踏痕 跑回来 向指挥官报道 戒备 阿尔泰亚喊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一个人影从树丛中跳了出来 陆里找不到太多的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存在 他依旧保留着人类的形态 身穿骑士铠甲 手持骑士长剑 只是整个脑袋都变成了骷髅 眼睛的位置 在黑夜中泛着阴风的幽光 二话不说 摩拉迪姆对着一个守夜人 就是一剑劈过去 那个守夜人也是 久经战阵 同样是骑士长剑 横着隔了过去 可惜力量的悬殊实在太大了 守夜人飞着被砸了出去 头上冒出一个1685的伤害 而且可能还有其他 附加攻击效果 那个守夜人 半天都没有爬起来 相对应的 摩拉迪姆受到的伤害 只有200多 第526章 被坑了 陆里的脑门上 一瞬间全是冷汗 这尼玛居然说是单人任务 他觉得自己的防御 也不见得能比这个 38级的守夜人 好到什么地方去 再看看等级和血量 再次感觉自己 被女招待 狠狠地坑了一把 难道是为了报复自己 将刺客联盟的秘密 透露给了水精灵 就是不知道 水精灵接到的是什么任务 但愿女土豪 能够顺利完成吧 摩拉迪姆等级40 血量50万 而且还自带邪恶光环 邪恶光环 增加部分移动速度 和生命恢复速度 玩家要这个或许用处不大 可对于BOSS来说 带有此类光环的 BOSS十分难打 单打独斗不带小弟的 BOSS血量 确实要比一般的更厚 可是厚到这种地步 也不容易 45级的海盗船长 才35万的险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任务 陆黎甚至想回去 把女招待给宰了 其实 还是他低估了 自己行为的严重性 像拉文获得庄园 这样一个秘密组织 成员遍及整个大陆 连很多外围自己 都不知道在替谁卖面 靠的就是各种 严格的保密措施 女招待连续 接引了两个玩家后 就已经引起了 高层格外的注意 整个组织向全大陆的玩家 只会吸收 十个刺客联盟正式成员 上百出任务出发点 都没有任何动静 偏偏南海镇的女招 待这里连续出现了两个 这个任务 在女招待看到 陆黎和水精灵 坐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自动修改成 噩梦的难度 与女招待 并没有任何关系 在陆黎惊怒的时刻 阿尔泰亚的剑 已经踢在摩拉迪姆的背上 一个鲜红的八百多 伤害飘了起来 她的剑比起 普通的骑士长剑 显得更加纤细 但是杀伤力丝毫不弱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 并不如何雄壮的女指挥官 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 战斗力 陆黎回过神 前行者绕行到 摩拉迪姆身侧 在她转身的时候 匕首刁钻地扎进她的脊骨 偷袭无效 陆黎的伏击 造成了一百多点伤害 五级的差距 还不算太悬殊 一百多点伤害 至少表明陆黎打得动 那些三十五级精英们 甚至还不如陆黎打得多 摩拉迪姆 丝毫不惧地和阿尔泰亚对拼着 从力量上来说 阿尔泰亚远远落后于摩拉迪姆 至于血值 陆黎扫了一眼 毕竟失望地发现 阿尔泰亚仅仅只有二十万的血量 不过她有一群部下做后盾 全部都是精英模板 这场战斗的主要输出 是四十级BOSS母版的阿尔泰亚 还有三十八级精英守夜人 等级差距没超过三级的话 不用遭受等级惩罚 三十八级的精英 造成的伤害略高于陆黎 不过陆黎有技能 连击点数攒到五点的时候 她转身挥斑 匕首重重地插在摩拉迪姆的背上 不仅给她造成了超过两百点的伤害 还有一个短暂的瘫痪效果 伏击是普通技能 就算完成度再高 也不可能对BOSS造成特殊效果 反手被刺不一样 完成度高了 就能把BOSS短时间瘫痪住 BOSS停滞了一下之后 转身就是一剑斩了过来 从气势上 陆黎感觉这一剑足以把自己斩断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 往得上一趴 连滚带爬地 退出了BOSS的攻击范围 摩拉迪姆并没有追击 她的仇恨 牢牢地被阿尔泰亚吸引着 在她回头砍陆黎的单 阿尔泰亚 已经扎了她好几下 造成了比鲁黎多很多的伤害 我 做错了 什么 为什么 会得到这样的 这样的下场 已经逝去的人 发出了一语般的泥男 在场的人 都能感受到她的愤懑和无奈 就在被她的问题吸引 受到影响的时候 摩拉迪姆猛地一跺脚 一片黑色的火焰 在这片土地下面 喷涌了出 所有的人都承受到了灼烧 和腐蚀双重伤害 两个受伤 颇重的守夜人 失去了生命 去死吧 阿尔泰亚看到自己的部下死亡 眼睛都红了 她跳起来 从上而下直击摩拉迪姆的头颅 剑刃嵌入了头盔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而且 摩拉迪姆还受到了昏迷的额外效果 所有的人都在拼了命的攻击 受伤的被 拉到下面去包扎 摩拉迪姆 强大的攻击力 让受伤比较重的人 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陆里也损失了一大半的血量 不过她可以喝药剂 又不是BOSS的主攻对象 慢慢地总会恢复过来 邪恶光环确实很强大 就能让一群守夜人忙得团团转 生命恢复速度的加快 她在损失血量的同时 快速恢复着 陆里感觉自己打的那点伤害 还没有人家恢复得快 大家小心 准备割挡 阿尔泰亚开口提醒大家 陆里心中一领 老老实实地开启了减伤技能 这时候 就看见摩拉迪姆举起大剑 持续两秒后 无数士兵的幻影 从她身后奔来 形成一个扇形 直接贯穿全场 接触到幻影 立刻受到大量的伤害 好在 BOSS本身不移动 只是原地释放技能 不然的话 一定死伤惨重 即便如此 依旧有三名守夜人 失去了战斗力 尾盾的地上 生死不知 他们的队友 赶紧将他们抬了出去 陆里开了减伤 对着木桩一般的 BOSS疯狂输出 两把匕首 蝴蝶般地围着 BOSS翩翩起舞 作为一名 35级的高端玩家 他的实力 不止一次刷新了 阿尔泰亚对他的认知 其实 构成陆里输出的 还有另外一种主要因素 毒药 盗贼的毒药 被归类于炼金术 陆里现在用的 都是终极毒药 左手塑效 右手致命 芝麻夏尔汤圆 专门收集的配方 给陆里做了好几瓶 放在背包里备用 当然 他远远比不上阿尔泰亚 这位女指挥官 已经疯了 他是拿命 在和摩拉底姆进行拼 守夜人不是玩家 一旦死亡 就真的死了 所以 他在感情上 更加无法接受那些 追随他的部下阵亡 只要不是要害位置 阿尔泰亚 根本就不去管 摩拉底姆的攻击 他只是 一个劲地去攻击对方 恨不得立刻 就把对方斩杀当场 当摩拉底姆的生命值 损失一半的时候 阿尔泰亚 甚至已经降低到了 五万一下 难道女指挥官 会先与 BOSS挂掉 陆里这次真的 有些慌了 第527章 圣光照耀 BOSS 还有一小半的血 如果阿尔泰亚 这个主要帮手挂掉了 那么 陆里的这个任务 基本上就完全没指望了 单挑BOSS 那是只有在特定环境下 针对特定的 BOSS才会发生的事情 别说他只是重生 就算他是游戏开发 设计人员 或者是游戏公司 老总的私生子 都不可能办得到 要是BOSS都被你单挑了 其他玩家还玩得猫 玩家不玩了 游戏公司 又图的是什么 允许你高出其他人一等 但仅仅只是一等 过犹不及 如果阿尔泰亚死了 眼前的摩拉迪姆 分分钟就能让陆里歇菜 战况激烈 摩拉迪姆血量 下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阿尔泰亚残血 哪怕陆里再怎么努力 哪怕守夜人们再怎么拼命 都无法阻止战况 向着绝望的深渊滑落 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曾经被陆里期待 随后被他忽略的 沙拉拉迪莫尔 终于有动作了 他上前一步 口中喃喃迎送着 圣洁的光芒升起 笼罩在阿尔泰亚的身上 阿尔泰亚的血槽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回复 居然是个NPC治疗 怪不得敢这么狂 原来身后有治疗 不过 代价必须是要有的 摩拉迪姆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沙拉拉迪莫尔吸引过去 用游戏的说法 就是治疗OT了 游戏是玩家的世界 享受各种优待 比如特定的仇恨系统 大部分情况下 治疗都处于一种 被boss忽视的状态 智能从不在这方面体现 不然的话 游戏就没法玩了 可NPC不在此练 沙拉拉迪莫尔加血的动作 被摩拉迪姆判断为 最为致命的威胁 这估计也是沙拉拉迪莫尔 不一开始就上来加血的原因 未寄来得如此无法阻挡 他再也不站出来 守夜人队伍就要在大陆出名了 尽管阿尔泰亚拼命地阻拦 摩拉迪姆 还是坚决地靠近了沙拉拉迪莫尔 沙拉 你逃啊 阿尔泰亚击红了眼 在他的心中 沙拉拉迪莫尔似乎非常地重要 为了阻挡强敌 以至于当兄的一剑都不闪避 沙拉拉迪莫尔摇摇头 声音里带着哭腔响起 如果这是命运 就让我来为那些无辜的灵魂殉葬吧 二 泰亚被击飞出去 摩拉迪姆冲到他的女儿面前 举起了手中滴血的长剑 沙拉拉迪莫尔 仰头看着他已经陌生的父亲 哭出了声音 爸爸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剑刃在头顶停住 摩拉迪姆空洞幽深的眼睛里有漩涡 在旋转 忽明忽暗 据说这是亡灵情绪特别波动时候的反应 曾经的圣骑士 丈夫 父亲 仿佛听到了远在天边的呼唤 那年离家 小女儿正在姗姗学步 小嘴里 咿咿咿咿的喊着 爸爸别走 那稚嫩的哭泣 在每一个冰冷的夜晚回响耳边 妻子而女的形象 已经一刀一刀地 刻在骨子里 即便是死亡 也无法抹去 为了你们 我会回来的 每一个冰死的关头 都是这样一股念头支撑着他 摩拉迪姆 不 是摩根拉迪姆尔 他始终坚信 哪怕是 死了 他都会凭着一股意念 走到家门口 再看妻子而女最后一面 来人因为守护而坚强 所以 在看到那些墓碑的时候 他才会彻底崩溃 爸爸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沙拉拉迪姆尔不知道该说什么 多年过去 期盼已久的父亲成了魔鬼 他信奉着光明 心里却被黑暗渗透着 阿尔泰亚从地上爬起来 头鼠忌气 也不敢冲上去 只能小心翼翼地戒备拙 路里眼睁睁地看着摩拉迪姆的血量 在快速地恢复着 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其实内心也有些不忍 这个时候的 摩拉迪姆 似乎成了一个父亲 沙 沙拉 我的 乖 摩根拉迪姆尔 很努力地想要说什么 可惜他已经太久没有发出过如此轻柔的声音 爸爸 沙拉拉迪姆尔在 阿尔泰亚惊恐的目光中 他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只是站在那里 慕然地看着这一幕 战争 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或许每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救赎是最廉价的施舍 而同情是强者的专利 此时此刻 他的心情无可避免地 被剧情感染 啪的一声 长剑落在草地上 摩拉迪姆蹲下来 小心翼翼地抱住了他的女儿 暮色森林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了 守夜人的 灌常装备 一般都是一手长剑 一手灯哦 此时陆离看到了光 光从摩拉迪姆的身上发出 柔和而又耀眼 缓慢而又坚决地 慢慢生疼而起 利斯 我的挚爱 你知道吗 我们的女儿还活着 我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请接受我谦卑的祝福 愿你在光明所在的地方 幸福安详 而我将沉沦在无尽的深渊中 这一夜 圣光照耀着森林 摩拉迪姆在圣光中 净化的一干二净 过了很久 低声啜泣的沙拉拉迪姆尔 才站起来 她的手里拿着父亲留下来的结婚戒指 那是她父母爱情的见证 路里抬头看去 这个治疗 NPC赫然已经四十级 血量高达二十万 显然拥有了BOSS的模板 这可能是父亲 临走之前 唯一留给女儿的东西了 一个大骑士 她那崩溃的信念 经过多年的沉寂 爆发出无尽的力量 二泰亚走过来 拥着沙拉拉迪姆尔 劝为她开心一点 摩根拉迪姆尔 其实早就死了 而刚才则是她灵魂的解脱 应该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路里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怎么样了 她似乎也不太去关心 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 摩拉迪姆的人头 铁定是拿不到了 我没事 谢谢你 沙拉拉迪姆尔 和阿尔泰亚拥抱了一会之后 似乎好了一些 她走过去捡起 地上父亲遗落的长剑 路里暗呼失策 本以为BOSS没杀 不会有什么东西爆出呢 原来那把长剑算是战利品 四十级超强BOSS的配件 一定不是反品 第五百二十八章 可升级装备 摩拉迪姆绝对是路里建国最强的四十级BOSS 四十五级的海盗船长 如果不带小弟的话 估计都被她虐着玩 她的光环实在太厉害了 如果把她杀了 爆出光环技能书 或者带有该特效的装备 那真是 您好 尊敬的冒险者 沙拉拉迪姆尔打断了路里的幻想 她这才发现 女治疗已经来到她的面前 她的手里捧着长剑 难道 路里呼吸微微一致 刺客联盟的任务 如果完不成 除名就除名了吧 她还可以加入其他的小阵营 骑士守夜人就不错 路里很喜欢他们的军歌 热血沸腾 荡气回肠 只是这么折腾半天 一点收获都没有 确实郁闷了一些 这把长剑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 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 我父亲一定不希望 他落入庸人的手中 你是一位强大的冒险者 我把他转送给你 希望你能让他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这一刻 路里为他自己的私心 小小的羞愧了一把 他郑重地接过长剑 以月神的名义启示 骑士的荣耀永不落幕 经过治疗 二太亚的伤并无大碍 只是那些受伤的守夜人 他们并不是玩家 治疗的魔法 对他们效果有些 有两个好一点的 同样无碍 三个可能有些伤残 剩下的两个 永久地失去了生命 守夜人为他们举行了 简单的葬礼 目的里 再次想起了守夜人的军歌 长夜将至 我从今开始守望 至死方休 我将尽忠止守 生死于私 我是黑暗中的利剑 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 今夜如此 夜夜皆然 沙拉拉迪木尔 对他们的简单的墓穴 进行了神圣加持 使他们不会受到亡灵的侵扰 二太亚用场剑刻了墓碑 上面写着 他的守望至死方休 于思结束 寒风拂过森林 乌鸦在墓地鸣唱 陆离突然理解了 他们为什么不迁徙到他处的原因 因为这里是守夜人的故乡 感谢你为守夜人做的一切 来自远方的精灵 愿黎明之光照耀你的真诚 二太亚郑重地向陆离失礼 感谢他在战斗中的帮助 虽然陆离 其实并没有做什么 系统 你获得了守夜人军团的友谊 经验值增加 夜色阵声望增加 获得技能点 一 系统 获得守夜人灰继承100 希望夜色阵永远平安 陆离回脸 告别离去 他回到了南海镇 站在旅店门口迟出了一下之后 他推门走了进去 南海镇的旅店依旧热闹非凡 和夜色阵几乎见不到任何玩家的情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陆离在无人问津的老位置坐下来 任务究竟算失败了 还是成功了呢 这个明显是陷阱的任务 并没有让他有任何损失 反而获得了守夜人的友谊 得到了100个小阵营的门票 对了 还有一把骑士长剑 阿契厄斯 黄金 伤害4062 力量加32 敏捷加16 暴击加12% 特效 在你杀死一个 可为你提供经验值 或荣誉值的敌人后的8秒内 你的下一个攻击技能的暴击 提高50% 并且为自身恢复 相当于伤害值的生命 装备需求等级35 耐久72 72 这把武器 如果不算暴击的话 就只有一个特效 似乎 配不上他40级黄金武器的身份 可是下面还有两行小字 让陆离不由感慨 运气这玩意 真的和命运一样 无计可循 如果他是骑士 就算不适合自己 也不舍得 将这把武器送给任何人 第二行小字 可升级 13 亡灵单位 0 10万精英 又件可升级装备 陆离早就知道自己 不是曙光的亲儿子 有可升级装备的 绝对不止他一个 判断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 如果看到谁的某件装备 从头到尾都不换 那铁定就是了 当然 其中也不排除恋物品 或者升级之后 外观改变的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 心里有点堵 随即就释然了 陆离并不觉得 自己的成功完全靠运气 他从来都不担心 面对任何人的挑战 情能捕捉 曙光终究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这把武器 他打算给木秋使用 归属权会签成工会 将来木秋离开 也不能把这把武器带走 他是工会的正式赛手 强大起来 德华会为工会赚更多的钱 至于送一把武器 就让木秋死心塌地地 待在裁决之间 陆离没想过 大家走在一起 并不简单的 是因为某个人的人格魅力 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追求 一致的信念 才是团队最坚固的基石 三哥 干啥呢 陆离趁着女招 带梅过来的 单联系了一下根号三 瞎忙活 事多 有话说 没事别找我 根号三可能 确实忙 对着大老板 都没啥好语气 三哥劳苦功干 裁决之剑 千秋万代 陆离不嫌不淡地 拍了一记马屁 然后才开始说正事 我这里有一百个守夜人挥迹 守夜人挥迹 那是干什么用的 根号三十分的茫然 别说他孤陋寡闻 小阵营这东西 现在真没几个人知道 就算陆离众生纳会 也就是游戏开放三年 也不见得人人都知道 小阵营这种东西 这是致面向 中高端玩家的游戏内容 有了他 就有机会加入小阵营 进去之后 有特别的任务 完成之后 奖励比普通任务要丰厚得多 最主要的是 隔三差五就有任务 不需要想方设法地去触发 曙光 没有对任务分级 不过玩家们自发地 将一些奖励丰厚的任务 称之为特殊任务 一般人触发不了的 叫做隐藏任务 还有 顾名思义就知道 怎么回事的隐藏任务 小阵营里的任务 大多属于此类 而且很少有奖励 比较扎的任务 原来还有这东西 跟号三不是笨蛋 几乎秒懂 找些靠谱的骑士吧 最好能和我们签合同的 这个阵营 适合骑士加入 陆离说道 再过几个版本 会出手验人游骑兵 骑士 有一定概率 转成这种旗战的职业 超高的机动能力 会在工会战中 发挥巨大的作用 当然 为了平衡 这种职业 也有自己的弊端 合同 虽然不能完全约束一个人 至少比什么都不做 要好得多 而且 依照陆离和阿尔泰亚 目前建立的友好关系 他甚至可以将背叛的人 付出失去小阵营的代价 背叛是守夜人 最不能容忍的恶习之一 第529章 心情烦躁 100个有点难 如果是平平常常的福利 随便找点等级装备 不错地发下去 就行了 可听陆离这么一说 这可是关乎到一个 玩家前途的东西 用膝盖思考一下 也能想明白了 有小阵营的玩家 将来发展 绝对不会和普通玩家一样 慢慢来吧 灰迹我寄给你 陆离也不想太草率 反正稍微晚一点 加入小阵营也没关系 如今能够像他和水精灵这样 找到途径 加入小阵营的绝对凤毛麟角 明天有两场比赛 你没问题吧 耿昊三这几天虽然各种忙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关注比赛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游戏的内容很丰富 而对于管理工会和俱乐部的人来说 最根本的还是比赛 除此之外 一切都在为比赛服务 我没事 你也别太在意 放松点比较好 我还有事 先挂断了 陆离看到女招带走过来 切断了通话 女招带依旧那么美丽动人 不过陆离一点欣赏的意思都没有 她知道自己的脸色很难看 一定阴沉可怕 任谁摊上了一个 会比她更有风度 喝点什么 女招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作为一个45级的准boss 确实有资格不怕陆离抱起伤人 卖酒 陆离努力地平静下来 稍等一下 女招带 奄然一笑 有着腰去准备了 陆离有点傲懊 只怪自己太大意 不应该和水精灵一起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这段时间 大部分的事情都顺风顺水 却忘了人生 哪能真的一点挫折都没有 也算买了个教训 小阵营的入门攻略 她并不是只有刺客联盟一个 其他值得加入的小阵营也有很多 只不过需要等一段时间罢了 你的卖酒 看你似乎很郁闷的样子 难道 任务很难 女招带这次没有直接离开 而是在陆离的对面坐了下来 何止是难 陆离叹了口气 说道 一个40级的boss 让我一个人去完成任务 现在 责怪谁都没用了 陆离也不可能找女招带算账 至少现在不会 她现在打不过这个 NPC 这不可能 女招带愣了一下 有点惊讶地睁大眼 如果任务真的是40级的boss 还要求你一个人 那你究竟是怎么完成的 完成 陆离精神一阵 你的意思 是我完成了 本来借助NPC的力量 就已经不太合乎标准了 如果拉文或德庄园 真的要惩治自己 大可以此为借口 把自己剔除出去 更何况 她根本没有把目标的人头带回来 甚至连杀死目标都算不上 无所谓你 相信不相信 女招带洋洋光洁的下巴 她解释说道 我并不知道任务的内容 但是却知道 想不到你连40级的boss也能单杀 解释的原因 不是害怕陆离责怪 而是没有必要被这个锅 陆离能完成任务 确实让她难以置信 击杀40级boss 哪怕是最弱的 女招带都办不到 那么 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陆离松了口气 比刺客联盟更好的小阵营 不是没有 可是都不太适合自己 要是完成了的话 不仅没事 还会有奖励呢 对 你的任务完成了 女招带点点头 此时 有系统提示音 在陆离耳边响起 系统 任务目标确认消除 完成刺杀任务 获得经验值奖励 获得拉文获得庄园 声望奖励 这一次没有 技能点奖励了 但是陆离一点都没有沮丧 刚才从阿尔泰亚那里 已经获得了技能点奖励 单就经验值一项 陆离已经满足了 她刚升到35没多久的 等级再次猛窜了一大截 足足加了75% 也就是说 她只要再获得 20%多一点的经验 就可以升到36级 和其他玩家的差距 又会拉开很多 还是 做这种任务升级快啊 就是风险太大了 还有这个 也许你会喜欢 女招待的手 离开桌子 桌子上 出现了一个一件皮甲衣服 陆离飞快地收了起来 酒馆里灯光昏暗 这里又是角落 两个盗贼的举动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巫毒胸甲 黄金 模具 陆离面上不动声色 慢慢地戳饮着卖酒 心里却乐开了花 其实这个模具做出来之后 也仅仅只是40级的黄金装备 已经装备了40级 暗金匕首污染者碎片的陆离 按理来说 不应该如此激动 才对 只有重生者 才知道 这个巫毒胸甲 其实是40级黄金套装的部件 35级副本佐尔法拉克的每一个 BOSS都有一定的概率 爆出巫毒套装部件 虽然概率不是很高 可陆离的内心里 已经将手杀算在了自家头上 套装永远都是最强的 这是曙光在一开始 就从各种途径 向玩家灌输的概念 哪怕是绿色的套装 都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品质越高 这个属性 自然就越发地让人兴奋 巫毒套有四个部件 它手上拿的是胸甲 其次还有头盔 肩胛 披风 四件套聚合在一起之后 会有两个很牛的特效出来 具体的属性 要看模具做出来的装备品质 如果是四件完美黄金装备 凑在一起 陆离不敢想象 会极品到什么地步 当然 这只是一种幻想 这四件装备 它都做不出来 皮甲只有裁缝才能动手 而一般裁缝 制造出完美属性装备的概率 还是别期待太高了 不过陆离也不打算就这么 随便找个人就做出来 他决定去 完成一个比较麻烦的任务 或许能够获得一件 增加裁缝制作装备成功率的东西 就像他的铸造锤一样 在此之前 他需要多做点准备才行 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看来你对这件装备非常满意 女招待眸光流转 笑着说道 就是不知道你那个女同伴 她的任务 会难到什么程度了 陆离心中突然有点烦躁 对啊 水精灵也和自己同时接到了任务 如果自己的任务 是杀四世纪的BOSS 那么她的又会是什么 难道指望她像自己一样幸运地 碰到NPC一起打BOSS 如果女土豪的任务完不成 被拉文或德庄园驱逐 甚至追杀 她会不会痛恨自己 会不会伤心难过 会不会现在就找自己要钱 会不会以后有赚钱的机会 都不给自己 想想 还真是烦躁 第530章 小八将学会了装死 她的烦躁并没有持续多久 蔚蓝海风很快带来了好消息 陆离 下副本去吧 曙光第一 MT除了练集 最喜欢的就是副本 在副本里她是 坚钝 是万众瞩目的对象 如果是血色修道院 你随便找个人一起吧 比如木秋 比如肥猴子 对了 木秋现在怎么样 陆离想起包里的阿气恶丝 如果交给她 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适得其所 木秋 还好吧 三哥给她安排了四个法师 陪着她练集 绝对的明星待遇 蔚蓝海风羡慕极度恨 你想要的话 也可以 陆离 无动于衷 蔚蓝海风不假思索地拒绝 还是算了 我喜欢自己打怪 那就别羡慕别人 她还算合群吗 新加入的人 总有个适应过程 裁局之间气氛相对来说还不错 但也没有哪个人特别的热情 一般般吧 明星赛手 似乎都有些傲气 猴子和她打了一架 结果你猜怎么着 蔚蓝海风说 猴子说了 陆离很容易就给出答案 咦 她当时还不太相信出现如此颠覆的结果 一个强攻火法 一个弱攻圣骑士 沐秋走的是治疗和输出坚固的路线 猴子太急躁 不讲究节奏 不输 才怪 陆离淡淡地达到 好吧 走一起去副本 蔚蓝海风再次发出组队邀请 都说不去血色了 你们自己下吧 没有我你们 也应该能过噩梦 我要去练集 陆离拒绝 她需要快点到四十集 谁告诉你是血色 修道院 是引牙城堡 蔚蓝海风坚持地邀请组队 难道是噩梦难度的引牙城堡 陆离心中一动 来不来 蔚蓝海风 嘿嘿一笑 我去 你们哪里搞来的噩梦难度 卷轴啊 如果是噩梦难度的引牙城堡 陆离当然愿意去了 虽然她的白狼牙已经收集好 但是暴使者镖铐 却还差一个 噩梦难度的话 应该就能凑齐了 引牙城堡 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一旦出了好东西 那绝对好的那天 陆离可一直惦念着乌尔之书 这件可升级的召唤类装备 任何职业都可以用 召唤一个精英魔狼 为自己作战 或者给自己一个状态 让自己变成狼人 属性会获得一定的加成 任何时候 他都可以称作杀手锏 陆离没想到 带一个宠物到处走 那不符合盗贼的风格 可一旦拥有了召唤类的装备 无论是让宠物帮着打怪升级 还是开路引怪 还是逃跑的时候 让他去送死 引开敌人 都恰到好处的 非常给力 爽快地接受了 蔚蓝海风的邀请 陆离告别女招待 出发前往引牙城堡 依旧是原班人马 十人小队前往引牙城堡 陆离等级35 差点就进不去 这个副本 30级以下的副本 还是有等级限制的 这是曙光为了不让玩家 随便带小号升级 游戏 讲究循序渐进 快餐出来的等级 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我告诉你们啊 小八将抱着肥嘟嘟的精灵龙 神秘兮兮地说道 这个森林非常的危险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哦 你又知道了 陆离夫眼道 我上次做任务 要求来这里采五朵枝料花 我遇见了一个狼人 特别吓人 小八将的表情 就像在对小孩子将鬼故事 不过 陆离瞬间就相信了 你说的是阿鲁高之子 好像是的 非常高大 身上毛茸茸的 一头撞到他身上 他就开始打我 小八将 感觉特别委屈 八将 你居然一个人跑这儿来 没迷路吗 残梦深知小伙伴的特色 关于没迷路这件事 比阿鲁高之子 更让人觉得惊讶 我的龙宝宝认识路 NPC说了之后 他就记住了 小八将得意洋洋地 把龙宝宝抱给大家看 众人一起无脸 混到连宠物都比不上 也就这丫头了 碰见阿鲁高之子 你挂了吧 陆离杀掉阿鲁高之子 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差点把自己搭上 现在如果碰到 他依旧没把握能赢 没 我会装死 小八将更得意了 他时候打听过 那个可怕的狼人 就是所谓的新人 杀手 据说从没有人 在他手里逃生过 而一直被人认为蠢萌的他 却死里逃生 到底谁才蠢 你们才蠢 全家都蠢 这样也行 陆离有点恍惚 事情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 装死能骗过怪物不杀你 这怎么可能 别说装死 就算你装孙子 该杀也得杀 给你们看我的新装备 小八将将他的一枚戒指展示出来 猎行者之剑 白银 敏捷加十 智力加五 特效 装死 顺发 假装死掉 BOSS以下的敌人可能会忽略你 持续最多六分钟 冷却时间24小时 装备等级25 耐久36 36 这 这是猎人的装备吧 陆离瞠目接舌 猎行者 一听就是猎人的装备 而且第一属性加敏捷 除了两个干巴巴的属性 只有一个特效 这件白银装备 真是扎到了极点 猎人有个类似的技能 叫假死 猎行者之剑 上面的这个属于加强版 除了BOSS 准BOSS 精英都有一定概率骗过 猎人的那个技能 连精英都不一定买账 关键是 这个特效不是加在其他装备上 如果是其他装备 那铁定是锁甲 眼前这枚戒指 却没有类似的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装备 这样的话 一个德鲁伊居然得到了假死的能力 假死特效十分少见 陆离今生前世 一共玩了三年多 一次也没见到过 更别说 是加在戒指这种非常规装备上 系统轻闺女名不虚传 虽然这件装备和人 PTA没任何作用 但是对付BOSS之下的怪物 却又特别的效果 小八将惯常 喜欢搞到这种稀奇古怪 却又说不上有多极品的装备 陆离并不羡慕 这件装备 对BOSS不起作用 而BOSS以下的怪物 它并不需要装死 要么一战胜之 要么消失走人 盗贼激动之王的称号 可不是说着玩的 就算了 好